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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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商议也许不等女儿 在爱情里也许没有规则 Oh baby 每当我想给你更多自由 却又害怕对你失去了掌握 太多 太少 谁能说 什么是对错 谁都想让爱情under control 但真的到最后 谁赢过 爱情这游戏就像在玩TicTacToe 圈个圈 叉个叉 谁嫌谁后 谁爱谁得多 爱情这游戏就像在玩TicTacToe 圈个圈 叉个叉 比来比去 结果差不多 爱情这游戏就像在玩TicTacToe 圈个圈 叉个叉 谁嫌谁后 谁爱谁得多 爱情这游戏就像在玩TicTacToe 圈个圈 叉个叉 比来比去 结果差不多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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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以为我们是一间没有规矩的律师事务所 谁会把案子交给我们 怎么 不服气吗 没 没有啊 我明明看到你们一副不以为人案的样子 别骗我 是你要我说的 你可别后悔 说 客户不上门 是因为你老爸黑大背景的关系 可不是我们小职员戴护职手 你可以扣我们薪水 可是不可以戴帽子 我们可戴不起 你说好了 是你叫我说的 你不可以怪我 别翻我 小姐 小姐 我是送花的小弟 那请随便放 可是送花的人说 得用这束花 送你回家 走吧 你是派对的女主角 好 千万不能迟到 千万不能迟到 妈 你干嘛 看也知道了 我要跟你去参加 严戏的派对 今天要没有邀请你 我是你妈 人家请你跟请我是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了 放心 我只是见识一下 不会帮你惹麻烦的 我不是怕麻烦 我只是 是吗 怕我丢人是不是 你去外面看看 当时你妈这个年龄 还能有这样的身段 不要说丢人了 只会让人惊为天人 我跟你说了 我要走了 我跟我来不及了 喂 玉冠等着我 玉冠 玉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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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瓶 你快点 妈妈想等一等啊 两个瓶 我 家好嫌遇到你 快点 像我妈来的这也快走 不然她的身上 就没完没了了 快点 快点 好 拜拜 孩子 你怎么这样啊 喂 拜拜 拜拜 快找你回家 拜拜 要是个臭医生 他们什么时候变这么好的 把安全帽带上吧 我不想被警察拦下来 谢谢 我们这是有缘 这已经是我们 第三次巧遇了 怎么了 其实今天我是刻意来等你的 我一个小时前的到了 但是我又拿不定主意 该用什么理由 会比较自然一点 结果没想到这么顺利 就栽造你了 我还以为 你只是凑巧经过 不管是凑巧还是刻意 反正目的达到了嘛 我们走吧 报警哦 来 请进 小心哦 好 慢走 慢走 拜拜 各位各位各位 请大家尽情享用 千万不要客气就当我是自己家 OK 好 来来来来 自己拿自己拿 来 严夕 你总算回来了 大家都在等你呢 公司有点事耽搁了 像我家里人也在 小事一桩 明明 帮我照顾一下家卫 我上去看爸一下 你喝一点 别让我等太久 好 哟 明明 你今天穿得真是 严夕才一走 你就刷几嘴鼻子啊 没有啊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今天真的很漂亮 够啦 没想到 他们两个居然凑成一队啊 看来生生那一次遭遇 去为他们两个牵起红线啊 各位 各位 让我们掌声欢迎 沈乐天先生 以及他的心甘宝贝 沈妍希小姐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今天晚上 闪光到韩社来参加小女的派对 你 要尽量吃 尽量喝 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一样 有任何的需要 就找那位青山大师甜蜜蜜小姐 我保证 她一定会让各位甜甜蜜蜜 都天亮 沈老大 怎么没等我就发表演说了 怎么没等我 就发表演说了 怎么 不是请我来参加派对的吗 这会儿又把我带到你书房里来 一个个面色铁青的这么瞪着我 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知道我真的会来的呢 还是不欢迎我 做好 请你来 是为了庆祝小女毫发无伤的回来 另外 也想请你提供一下 有哪些可能的绑匪 身份和线索 你知道啊 我沈那天也不可能 我们把这事搁一边不管啊 大小姐的绑架案 跟我周某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不认绑人的罪名啊 沈老大 我再说一次 大小姐的绑架案跟我周某 关 夏威 沈先生 周浩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他 就是救我女儿脱离险境回来的 易家威先生 我请他描述一下哪里的证件 你听听 看有没有你认识 行 说吧 我看他们一共三个人 一个体型比较娇小 约165公分 瘦瘦的皮肤白白讲国语 第二个 约170公分 身材壮硕不太说话 还有一个 体型比较高大 约175公分 好像是负责指挥的 想标准国语 就这样 我手底下没有这些人 不过呢 我一定会把他们揪出来的 到时候 你 我会让你到我那里去指认 沈老大 我周末一定会把这些乌龟王八蛋给揪出来的 我们走 我们走 《爱情这游戏》 就像在玩Tik Tato 全感觉 插给插 比较比较 比较比较 结果差不多 《爱情这游戏》 就像在玩Tik Tato 你愿意练在牌上 你看得多好 我 shaking 我好 珍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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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 别提了 告诉你 今天可是我们周末生意的大好机会 你可别错过了 还真有默契 我心也这么想的 我们家御冠 他一定是跟梁志明在一块 走 我带你走 好 你不是那天那个 我那天是因为 一时看不惯你 你欺负人 所以我才 没有关系 我这个人哪 是最欣赏有胆量的人 这位先生 月有殷勤缘缺 人有旦夕祸福 我看你 你手可以借我看看吗 怎么样啊 年幼丧父丧母 这中年妻离子散 如今呢 一个人独自守一个大巫 真期待有缘人 跟你分享你的成就 我说对不对 如果你想更了解呢 你未来的刘年跟刘月呢 请你来 石兰院长查医名相馆 真大师会为你细批命盘哪 真欲惯 那是我女儿 来 简紫薇 改天我一定会登门拜访 说定了 先谢谢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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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v engineers 好 谢谢你在这次绑架事件 为了救我 其实 我反而要感谢这次的事件 要是没有这次事件发生 不知道対何年何月 你才会注意到我 所以这一点皮游伤 你可知道对我而言 是多么的值得 那我呢 我们要去到房小的 我这会儿会上大学 你们这人婚的三月两月 怎么可以说得清楚呢 对啊 我想看我这年的婚姻 婚姻有没有 沈先生 杨先生 有事想请教一下 杨先生 别这么客气嘛 有什么事我可以效劳了 到阳台谈吧 来 你有什么感觉吗 我 你的朋友跟我的女儿 一对即将成为恋人的朋友 还有呢 杨先生 你有什么话你不妨只说好了 绑架我女儿的祖贤 我到现在还查不出任何的线索 就连周豪那儿也是一头雾水的 然后呢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沈先生 除非你确定没有得罪周豪之外的人 否则 要对任何人起异性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是啊 怨言相报 何时了呢 有些事情 学习放开 比找出真相重要 可以做到 难得糊涂 才是最上策 我懂你的意思了 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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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了 没事 里面人很多 对 你答应过我不说的 为什么晚上你故意接近他 杨姨我刚才说了几句话 你就怀疑我 我觉得他看我的眼神不对劲 那是你心里有鬼 我明明看见你跟他聊得很开心 你还想骗我 怎么了 为了要听你隐瞒真相 我先跟他说几句话都不行了 你为了利益 我这十几年的好兄弟 你都不信了吗 我 我没这么说 我告诉你 我梁正平向来说一不二的 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总之 我没有对不起你 我不知道你接近沈云西的什么目的 既然用了心了 去好好对人家 不要玩弄人家的感情 我是真的喜欢他 这样子最好 我跟沈乐天谈过了 他应该不再追究绑架案的主谋 你可以放心 去做你的发财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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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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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不知道喝不喝你胃口 听说英国女王也喝过这种茶 我妈许的名字叫做东方美人 真的 我是说呢今天凭凭燥热不适合喝茶 喝可乐最好 对对对 来 别糟糕了你喝啊 妈 妈 妈 你今天是古语带回夏 应该要去收衣服啊 我还没收完 让我收完呢 乖 听妈的话 你呢 不适合做医生婆 嫁给产可要做少奶奶才适合你的命 知不知道 妈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对啊 你看书的总体很广耶 其实命理的解析 很类似我们心理学的分析 只是它根据的学理不同吧 你对心理学有没有兴趣 我那边很多书可以借你看 搞不好对你的工作有帮助 其实我也很想多充实自己 像我之前买了很多就是关于心理学方面的书来看 可是大部分都太难了 太好了 什么太好了 我是说我可以教你 你有什么问题 任何时间你都可以问我的 我上次留给你的电话号码 你还留着吗 在啊 那 我没事的时候 方不方便打电话给你 那我们这个周末 我们可以一起 哈啰 我来咯 大家 这么巧 你也在 有事吗 眼睛 我没事 我只是来喝茶而已 郁冠 蜜蜜 你怎么来了 不是跟你约三点吗 我 梁医生 对不起 我有点事情要问郁冠 你等我一下 你帮我看一下 这一段话 是什么意思要怎么做 你想放生爱几秒 你想放生爱几秒 你先放生爱几秒 那我快就要喝 蜜蜜 你不要这样啦 对啊蜜蜜 你又不要这样做吗 那你告诉我啊 我要怎么样做 才能摆脱掉她 为什么 嫁给我真的有那么糟吗 全世界没有人比我对你更好了 你却非要摆脱我不可 我不对你残忍 就是对我自己残忍 难道你要我把自己丢到一个 我完全都不想要的婚姻里头 然后让自己莫名其妙地 背叛无期徒刑吗 你放啊 快放啊你 放啊自由飞 这样是代表什么 你不懂啊 放生爱情了就是把不要的爱情给放掉 而且要我们两个亲手放才可以 放啊 你快放啊 不要 我不放 我不放 放啊 放开了你 蜜蜜 你不要这样 一只小脑算什么 我陈永静爱谁不爱谁 不是一只小脑能够决定的 你这个人怎么玩过讨厌啊 我都说过了 我不爱你不要你不嫁你 你为什么还这么好脸皮呢 你难道不娶别的女人 非要缠着我不放吗 我当然知道放这两只娘没什么用 可是这么明显的表态 你还看不懂吗 明明你够了 你不要再说了 我还要说 我嫁机嫁 我就是不嫁你陈永庆 我永远要 够了 你干嘛 你做给蜜蜜看啊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我不会同情你 我只想单独跟你聊一聊 你跟我走 到我来这里干嘛 想心灾乐祸落井下石 我只想知道你对蜜蜜的看法 我的想法还不够清楚吗 我喜欢他啊 那是像男生喜欢女生呢 还是哥哥喜欢妹妹 严格来说 两种都有 在我们小时候 比较像是哥哥跟妹妹 可是当我爸妈告诉我说 以后咪咪就是我老婆 我就开始明白了 我是真的喜欢他的 而且从小就喜欢 我是当他是老婆一样疼爱的 如果他是我亲妹妹的话 像他那么皮 我早就把他抓起来揍一顿了 但是你父母 是因为蜜蜜的命格 对你家有帮助 所以才答应他 成为你家的媳妇 对不对 那是我爸妈的想法 蜜蜜的命格 有几两种 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我只知道 我喜欢他 我爱他 而且 我一定要把他娶回来 当我的老婆 我 其实他不爱你 我会努力让他接受我的爱的 到底要怎么样做 才能让永庆对我死心 蜜蜜 永庆这么死心踏地对你 为什么你不肯适得接受他呢 因为他是我哥 可是你们不是亲兄妹啊 我才不管呢 我只当他是我哥 没其他的老婆 你是不是 心里有其他的人呢 玉冠 正平 你 永庆呢 我让他先走了 他死心了吗 他怎么说 蜜蜜 你真的这么讨厌永庆吗 你问这干嘛 要你管 我是精神科医生 我懂得心理学 如果你说出来的话 搞不好我可以帮你 没有 你能帮我甩开他啊 我是说 你能帮他对我死心吗 我不敢跟你保证任何东西 但是如果你不说的话 我什么也帮不了你 好 你问 我一定回答 而且不可以敷衍乱哈拉 我要知道你真正的想法 不收钱的吧 梁医生 你真的这么讨厌永庆吗 作为一个哥哥 他对我很好 从小就疼我 让我 比我妈妈还要照顾我 在学校吵架闹事 他从来不骂我 我妈罚我站 他陪我站 罚我不吃饭 他陪我饿肚子 连考试的时候 都是我睡觉他熬夜 因为他还要帮我整理重点 所以你对他 就像师兄长一般的依赖跟需要 没有 并不完全是 我要的哥哥 是能够帮我跟别人打架 而不是代替我 去跟别人道歉 我不要他替我受罚 我要他证明我是对的 我不应该受罚 所以基本上你认为 无论他对你再好 这都不是你需要的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考虑 永庆到底适不适合你 没错 我 基本上 我们是两个世界 两种个性的人 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并不喜欢他 但糟糕的是 我发觉到 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爱我 却又认定要娶我 这不是很荒谬吗 怎么说呢 至少在我们旁人眼里 永庆对你是真心的 你们大家 都知道他对我好 你都知道他喜欢我 但是这是真的喜欢吗 从小他就认定要娶我 从来也都没有交过 其他的女朋友 那他怎么就知道 他是真的爱我呢 而我爸妈非要我嫁给他 也不是因为这个疼我 爱我 更不是因为舍不得我离开 真正的原因 是因为我有六两一的命格 他们算过命 说我能忘腹英子 能够帮永庆 维持住家传的主业 他们要的 这是我的功能 而不是真正需要我这个人 我渴望有人 我渴望有人 爱我 疼我 但并不是这种送作堆的方式 我绝对不会在这种情况下 嫁给一个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心爱我的人 这场婚礼 只会断送我跟永庆的幸福 所以 我骗了命 也要阻止它发生 我了解 你了解 那你一定得帮我 帮我就等于帮永庆 帮你 怎么帮你啊 只要你答应 我自然有办法 来 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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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清醒一下 别吵了 我昨天值大夜班刚刚才睡 你看一眼 看报纸上 告诉我那个梁正平是不是值你 搞什么飞机嘛 请问这种大事我还要看报纸才知道 不怕我当兄弟了 既然是兄弟一场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这种拔刀秘密的 动作真快 我没见你出手 就手到前来 难道奉儿女之命 我的事就让你管 你管好你自己就好了 你不要到处去乱说 好好好 不管不管 以后都不管 好 基本上没问题了 我看个药给你吃了 先生 先生 你应该先过来 梁医生 对不起啊 这个人 没关系 来 你先把这拿去 是不是带他去领药 找我有事吗 梁正平 你是不是要娶蜜蜜 是的 不好意思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 你这个大叛徒 你明明知道我跟蜜蜜的感情 你怎么可以 永庆 到目前为止 蜜蜜还不属于你的 好 蜜蜜是还没有答应嫁给我 可是就快了 所以怎么可能你跟她一起结婚呢 你可以给我说清楚 好吧 那我就告诉你实话 自从上次 沈家被绑架 我遇到秘密之后呢 我就被她那种 善良 勇敢 所深深的吸引我 之后 在短短的相处之中 我更发现她是一个 热情 温暖 活泼 可爱 而且充满争议感的阳光女孩 我明白 我们相处的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爱情呢 就像山中的雷雨一样 说来就来 来的时候 就可以让人全身湿透了 感情也是一样的 喜欢就喜欢上了 不需要任何理由了吧 以前所坚持的原则跟观念 好像就太 这样一来就可以打破了 你们只是一时的激情 我跟秘密 是二十几年的情分了 我在感情上 我除了爱她我什么都不会了 我当你是好人 才会把心里的话 一切都告诉你 我没有想到 你背叛我 你还横刀夺爱 你这狼心狗肺 你算什么朋友啊 永庆啊 为什么你还是不明白呢 爱情是不能单方面的故事呢 就算你从小陪来秘密身反 也不代表你的一面最大 你不能只顾着 一厢情愿爱之秘密 你没想过秘密的感觉 是不是跟你一样 感觉是很重要的 够了 我只想要知道 报纸上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是不是真的要取秘密 你打 我相信这是你第一次打人 对不对 如果你打 可以发泄情绪的话 我不在乎让你都打几拳 秘密不敢揍你 我就是要揍你 你不躲 是不是代表你对秘密的坚持 你下手越重 不就代表你对秘密的爱越深 你下手越重 不就代表你对秘密的爱越深 虽然秘密不能嫁给我 可是她也算是我妹妹 我要算一下你们八字合不合 你怎么还是那么闽玩不灵 八字跟婚姻是两回事 你给不给 对啊 我这种全愿知道秘密以后 幸不幸福嘛 我告诉你哦 如果你们八字不合 别说是我 连我爸妈也不会答应的 你等着瞧吧 小的照片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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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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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吧 箱子女孩子都喜欢 你对于外适合吗 她从来不用香水的 更何况啊 男人送香水 会让她觉得不稳重 女孩子可真麻烦啊 女人越麻烦 男人越喜欢 不是吗 像你这样古灵精怪的女孩子 只有永庆才不会觉得麻烦 说实在的 花心男友看太多了 甜蜜哄得你开心 一转眼 她也都哄其他女孩子欢心啊 你又不难看 像永庆这样的男孩子 嘴巴奔一点 人老实一点 才能给你真正的心情 你这么欣赏她 那你自己嫁给她呀 反正现在最流行搞gay的嘛 早知道你这么啰嗦 就不找你当假结婚的对象了 李宗盛 你之前不考虑接受永庆 不用考虑 我已经决定嫁给你了 我们的事情啊 就一定要告诉永庆啊 她那么善良 心肠漏软 一定会忍不住告诉永庆的 那到时候可能就穿帮了 那万一永庆误会怎么办 而且我也不用这么接近了 你放心啦 等到事情结束之后 我自然会对永庆解释清楚 对 不信 就是要引你逼真嘛 从现在开始 你就要承认我是你的未观其中 来走 我带你去看 任何女孩子 不招架不住的好礼物喔 走啦 走啦 送珠宝太快了吧 预感会接受吗 你真傻耶 又不叫你送定名戒指 你可以选一些样式简单的 银桌子 银链子之类的啊 这样既简单又有经验价值 保证一贯一定会喜欢的 而且也收得下手啊 走啦 秘密 你真的要嫁给别人了吗 真的吗 你真的要听说 其实你真的要听说 你快点思念 就想回家 你真是怎么办 上面要进去 好了 你不顷我 让你去 不要ada 圆鬼 我说你 你那天 妈妈 不顷我 你自己的 坐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真笨 这样进去巴巴不就知道了吗 先留到后院好了 你回来的正好啦 我们刚好来你家了 孟姨 水来城 张叔叔 黄妈妈你们好 你们来找我爸妈吗 我有什么事啊 没事没事 一点点小事啊 对啦 我们是想找你爸爸妈妈 给他问个明白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们家秘密要嫁给别人 旁边有个更正启示 新郎怎么不是你啊 对啊 你把千等万等 就是等着你取秘密啦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 我就明白啦 对啦 对啦 不要问我爸爸 问我 问我 问你喔 是这样的啦 因为我不是永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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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 蛤蛤 蛤 蛤蛤 蛤蛤蛤 咪咪要嫁給他 咪咪 也是要跟你結婚就對了 對啦 水來水你頭腦真清醒 咪咪 沒錯啦 可是上面寫的明明是姓梁 你是姓陳 怎麼會這樣 對啊 怎麼會這樣 這是算命說的 算命說這樣 我當天結婚的時候才不會沖沙刀啊 哦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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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用問我爸爸了 噢 噢 噢 那 不好意思困擾大家了 噢 當天就來喝喜酒 噢 一定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抱歉 抱歉 我就是說我不會看錯人嘛 那天我看到他在山上給你拉拉扯扯 那天我看到他在山上給你拉拉扯扯 我就覺得他輕浮 你看 現在跟咪咪結婚了 這兩個人什麼時候拉扯在一起的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不關我的事啊 我們跟咪咪是有私交 當然也不希望她嫁得不好啦 不過這麼一來 勇氣對咪咪死了心 她現在感情最脆弱 不如就你 媽 你可不可以稍微安靜一下 這邊呢 都是晚上我來預約看你的客人 不然你算嗎 我是好心提醒你 希望你不要錯過機會嘛 媽 沈先生 大象光臨 你今天怎麼會有空來啊 沈波波 來 沈媽媽 今天我爸是特別來看浴冠的 沈奶奶您好啊 上回我來啊收穫很多呢 你是太客氣了 其實我本性錢 叫我紫薇就好了 育官 我今天來是想請你幫妍夕 看看辦公室的風水 看能不能替她改改運呢 沒有問題啊 那我就跟妍夕出去聊聊 順吧看看辦公室的版社 好好好 沈先生 聽我說你還對誰帶你 這辦公室的風水好壞 直接以你的身體吸引到我 你別看我這裏啊 都是有意思的耶 真的耶 當然了 我辦公室啊 七個盤井啊 真的啊 你放什麼盤井 我擺了很多個魚缸 不好意思 硬把你拉出來 我想辦公室就不必去了 我早就猜到了 你明明是不信風水的 找我來 不過想讓沈伯伯放心吧 他最近覺得我事物所一切的不順利 都是被他給切累的 所以非要我來改運 上近人事吧 你看到立面和正平在報上真的此事 到底怎麼回事 正平他是怎麼解釋的 解釋什麼啊 報紙上 還是寫得很清楚嗎 可是那就奇怪了 他們倆根本稱不上什麼互相喜歡 秘密又不知道在搞什麼法器 問他 他一直會打馬虎眼 你真的不知道真相 我以為你跟正平他已經 我跟正平沒有什麼啊 也沒說起來 我跟正平只能算得像是朋友 你不要自欺欺人了 立官 我看得出來你很開心 如果我是你的話 我想我會找正平 問個清楚 從來不曾懷疑 你會想要是小表情 禁止 你會找你 是小聲